大家好啊 我們正式見面 那個 這學期 我還沒PO上去 這學期是個很特殊的學期 為什麼很特殊呢 其實每一天或是每一小時每一分鐘都很特殊 我這樣講很籠統 我要講什麼呢 我其實也不知道我要講什麼 因為這學期我參與了一個計畫 叫英雄之旅 你們稍微有 稍微有瞄到這個字了 英雄之旅 那先給各位看一個圖 這上面有很多的電影的icon 各位應該都認得 雖然我們有一點年代的差異 對我的兒子女兒都比你們大了 這樣知道嗎 所以我跟你們有一點generation的差別 所以這上面哪一部電影你沒看過 空間那個地下一個 MATRIX 那個基魯女為 基魯女為演的那個叫什麼 MATRIX中文翻作什麼 MATRIX中文翻作什麼 一定看過 MATRIX中文翻是 好 Harry Potter嘛 Star Wars 然後Matrix就是駭客任務 Spider-Man不用講 Lion King 這Lion King你們第一次看可能是小時候 有沒有看的時候很感動 並沒有 那Lord of the Rings知道吧 魔戒 其實我很討厭看魔戒這類電影 好討厭 對不起啦 我就個人個人 我沒有很愛看 你看到一對小精靈小怪物在那邊跑來跑去這樣 可是很多人很愛看 那魔戒小說也是全球大賣的那個 銷售量我不知道是不是第一名還是第二名 好這六部電影呢 我就昨天晚上在找一些資料的時候呢 就在找英雄之旅嘛 Hero's Journey 那這個人他把六個電影 這個六個電影呢 他的一個起承轉合呢 都做了一個描述 他從一個很平凡的世界 跳到了一個 冒險的召喚 我不翻英文呢 各位可以嗎 就大概就知道我在說什麼 然後呢 冒險的召喚之後呢 他有一度會去拒絕想要 不要參與這麼一個可怕的一個冒險 然後到呢 他會遇到他的Mentor Mentor就是 Mentor這個字怎麼辦呢 Mentor這個字就是 導師 心靈的導師 或是啟迪他的人 不一定是老師啦 不一定是老師 可能就是他路上遇到了一個人 什麼之類的 然後 Meeting with the mentor 完之後呢 他就會跨越他的第一個門檻 嘗試開始 answer the call 因為有人call他嘛 召喚他的 然後他就answer the call 打電話給你 然後你不接 你一開始不想接 你最後電話就接起來了 然後接起來之後就會跨越了第一個門檻 然後就會有一些測試啊 試驗啊 Alice是 應該是夥伴嘛 Enemy應該是敵人嘛 就同時為這時候就出現你旁邊要幫助你的人 或是一些阻礙你的人 大部分的電影都是這樣 你有發現嗎 我不是在講那六個電影 我在講大部分的電影都是這樣子 你有發現嗎 他有一套公式 Approaches to the Intermost Cap 就是最黑暗 最深的 最內在的 Approach 就是去 就會觸及到你心裡面那個 可能 最不容易被揭發的一個部分 然後在 Audio Audio也是挑戰 挑戰嗎 對 應該是挑戰 Audio應該是挑戰 然後這個 叫什麼 挑戰 對 應該是翻作挑戰 OK 然後reverse就是 就會開始有一些 你就會可能解決一些問題 然後甚至抱得美人歸什麼什麼的 這reward就是獎賞 然後獲得獎賞之後 你通常會有一個想要回來 就是回來 rollback 就是說你接下來就是要收尾 然後劇情要有一個大收尾 這樣 resurrection 是救贖嗎 救贖的意思嗎 resurrection 應該是救贖的意思 然後return with elix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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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字很難唸 就是那個 回來的時候 帶了一個這個救命仙丹 或是一個這種 拯救世界的這個最終的一個法寶 有一點像一個法寶 救命仙丹這樣的東西 那這個是我在網路上找了一張圖 所以後來昨天 跟最後深夜我也把它放在我們的第一個教材裡面 那英雄之旅到底是什麼呢 其實是北益大的一個 計畫 這個計畫呢 就是說 我放在哪裡 OK 北益大的一個計畫 就是說 他希望我們老師在教學上不要20年都用同一個教材 今年 我剛剛說很特殊 今年是我第21年的教學 我來北益大第21年 不希望老師呢 自己像一灘死水 如果自己老師是一灘死水 學生也不可能被激活 不可能被 inspire 所以我們就有一個教師的社群 在討論怎麼去精進 或者是去改變我們的教學方式 那一開始我 我我聽到這個其實 坦白講有點嗤之以鼻 就是說 我們剛才看 幾乎所有的這種電影 他都有一套公式 那英雄之旅 它是起源於一本書 就是叫簽面英雄 這個我有 我昨天有上傳 你們看到這份教材嗎 應該看得到吧 就是你們在 現在不用看了 就回去以後 你們看一下這份教材 英雄之旅的參考資料 到底什麼是英雄之旅 那有一個人叫Campbell Campbell是一個 怎麼說 一個很厲害的作者 他把 他把這個 所有的 所有的 知名的電影 你聽過的電影 他找出了17套公式 然後把這個公式 就是 A加B等於多少 然後再來呢 所以A乘以B等於多少 他就把一條一條列出來 那最後就發現說 好像 好像差不多就這些東西 你們那個字會不會太小 看得見嗎 再放大一點 就好像差不多 差不多就這17套的公式 那我其實沒有打算要去解釋裡面 每一個東西 我就講一個金魚之父 各位 如果你們有聽過聖經有一個故事叫約拿 這邊都沒有基督徒 沒關係 聖經裡面有一個故事叫約拿 約拿是一個人 然後他被 我就講聖經的故事 大意就是說他被上帝召喚 他要去尼尼圍 有一個城叫尼尼圍城 因為那邊人都 坐監犯科 然後不相信上帝 有了沒了 反正就是要去那邊宣教 去改變他們 這個所有人的這個惡行 這樣子 去 但是呢 他就 不想要服從這個上帝的旨意 他就決定要往往方向走 所以他就搭了船 就往往方向去了 就在海上遇到大風暴 大風暴的時候就 你知道嗎 所有在海上的風暴都是比 其實差不多就是地震那個感覺 你很無助 然後所有的水手呢 陪他航行的那些水手就說 怎麼回事 怎麼回事 天啊 怎麼會這樣 然後大家都很驚慌的時候呢 約拿就告白 就說 這一定是上帝懲罰我 所以他就說 你們把我丟下去好了 你們都沒有聽過這個故事 真的假的 所以這裡面18個人沒有一個基督徒 我們就知道這個基督教在 這台灣是世維 沒關係 真的假的 真的沒有一個基督徒 家裡從小到大沒有人 要你去上過什麼主日學什麼 都沒有 我也不是 我是基督徒啦 但是我 我不是那種很虔誠的基督徒 就是我禮拜天不會去教教會的那種基督徒 那這個不是重點 重點就是 這故事我也是長大聽到 我是覺得很神奇 他說好 你把我丟下去吧 然後就丟到海裡去 那你後知道後來發生什麼事嗎 他就被一條大魚 就英文翻作金魚 但是有人說 反正就是一條大很大的魚 把它吞到肚子裡 不要緊張 故事還沒有結束 那吞到大魚的肚子以後 你知道後來發生什麼事嗎 這當然是個預言故事 各位 姑且聽知 你猜猜看後來在大魚肚子發生什麼事 他被消化 沒錯 他應該要被消化 但是他沒有 他沒有被消化 這很神奇的對不對 奇蹟出現了 他沒有被消化 而且三天三夜 你知道金魚 金魚 我猜金魚 什麼抹香精 什麼這種金魚 他應該肚子裡脂肪很多對不對 然後他據說 因為所有的那種童書裡面都會有 他會在大魚肚子裡面點 點燈 點燈 還可以在裡面這樣 懺悔 禱告 就是說 這故事很有趣吧 然後就是開始跟上帝說 對不起我錯了 怎樣怎樣 OK 好 三天之後大魚就把它放出來了 這是個預言故事 OK 然後放出來之後呢 就又被水手救起來 後來呢 他就 帶著水手一行人 Return Return 就往泥泥圍城去了 那因為水手也看到這個奇蹟 誒 OMG 對不對 怎麼可能三天三夜 然後沒有被消化 對啊 你剛剛講很好 他要被消化掉對不對 沒有 他還活著出來了 所以他變了一個神機 神機 Miracle 然後就到泥泥圍城 然後就 開始宣教 那他就 因為他身上帶著神機嘛 所以 大家就會姑且聽之說 這個人在說什麼 就開始相信他講的話 好 就OK 這個聽起來就是個Miracle 就是其實你看很多的英雄電影 裡面有很多的Miracle 你想說那個蜘蛛人 為什麼永遠不會死啊 對不對 你有沒有想過 鋼鐵人永遠不會死 你有沒有想過 其實他們就充滿了神機 死過啦 鋼鐵人不是死的喔 鋼鐵人後來死了 鋼鐵人除外 就是總要有一些 總要有一些寫一些 好萊塢裡面沒有的公式 好不好 總而言之呢 就是說如果你去看 這個像復興贖罪來 我跟你講 你們念過 你們念過一個學期的劇場 你猜有一個 有一個很有名的戲劇 跟像復興贖罪是有關的 你們有聽過嗎 亦底帕斯王 亦底帕斯 亦底帕斯 有嗎 有嗎 亦底帕斯 他本來很 就覺得OK 他就是 他就是王嘛 然後他也不覺得有什麼問題 然後 就一直有慢慢的 就是戲一開始就有很多的徵兆出現 就說 什麼什麼 弒父取母 還有什麼 反正就說 就說 這個國家為什麼會有災難 會有瘟疫 會有這些事情 就是因為 以前有一個人做了 不忠不義的事 不該做的事情 就是 逆天 違逆這個天倫的事情 亦底帕斯 然後呢 就是 然後後來就是 他就一路去追查 發現當初這個弒父 甚至後來發現他取母 對嗎 他師父取母 殺了他老爸 那那個 那個 後來就 他就把 他就 他也無法相信 可是他 他的贖罪的方式 就是說 OK 他發現他殺了他老爸 但是他也說 不管他殺老爸或娶老爸 這個都是無意中的 這不是他故意的 他是個悲劇英雄 伊利伯斯是個悲劇英雄 最後他的贖罪的方式 把眼睛戳瞎了 然後放逐自己 對吧 我沒有背錯吧 好像是吧 我上次念他是30年前 我剛進劇場的時候 我每個人都會念伊利伯斯 那到時候想說 為什麼希臘人這麼無聊 編了一個劇本 是父又取母 這在現實生活裡面 幾乎不可能發生 這太難發生了 這簡直就是 Unbelievable 所以他成為悲劇 他成為一個偉大的一個悲劇 這樣 好啦 就是說 如果你真的有興趣的話 但是像父親贖罪 不一定要四父取母 沒有那麼 不一定要那麼極端 OK 那 那 那如果你去看 好 我再給各位看另外一個圖表 這個 這個就是我剛講那個人 Campbell Campbell的那一本書 英雄的旅程 故事創作 然後他把這個 這個十七個公式 一個一個舉了一些例子 舉了一些例子 那 譬如說 像父親贖罪 像父親贖罪 他就講到說 為什麼是父親不是母親 沒關係 我們等一下來看 因為他還有一個叫做Goddess Goddess就是跟女神相會 那個女神相會 我覺得你可以把它解釋成母親 母親的形象在你的生命裡面 那像父親贖罪這個事情 最有名叫哈利波特 他 他最尊愛的 這個敬愛的 鄧不利多 鄧不利多是校長 鄧不利多校長 他寫了某種父親形象的傷痛 因為他就 鄧不利多在哪一集死掉了 哇好厲害 倒背如流 這樣 那從這個傷痛裡面貧富 從此獨自 靠著自己的力量來對抗佛帝謀 那這個就是 英雄這時候最脆弱的時候 那他這個也很有趣啦 他這個跟父親贖罪看起來好像沒什麼直接關係 但是 anyway我覺得他都會有一個一個的image 也就是說在他這個17個關卡裡面 他都舉一些image 就是說這17個公式 他不是說A加B等於3 這就是一個很具體的 可能是大於3 你知道嗎 可能是近視於3 他就是有一些這種近視啦 或者是一個趨近的一個概念在裡面 但是都很有趣 就是說如果你去看 反正一個英雄最後不會死 然後回到這個 人間的世界裡面 然後過著自在的生活 他其實要經過一個很 漫長的旅程 不然一部電影就不會兩個小時 3個小時 一部電影20分鐘就演完了 沒錯吧 那這個是Campbell的他的那本書 他所送的一張海報 然後後來我在網路上呢 也找到了另外一個版本 他的畫法 剛剛那個是順時針 這個是逆時針 差不多 旅程的召喚 我們來考驗一下各位的英文 第一關是旅程的召喚 第二個是拒絕召喚 第三個是有一些超自然的幫助 然後第四個是跨越了一個門檻 然後再來就進入 淨於致富 這個寫法一模一樣 然後路上就會有一些險阻 跟trial就是什麼 不是trial trial是試煉 好不好 我們翻著中文的話 試煉 試 考試跟磨練 meeting with goddess 就是 遇到了他的女神 我覺得翻成女神 可能不知道 就是會有一個女性的 這時候會有一個女性的一個 有點像是一個 可以給他 instruction 或是給他一些安慰 或是給他一些鼓勵的人 temptation就是誘惑了 我們在人生的路上 那你就說老師 那這跟我們做期末作業有什麼關係 我們期末作業遇到誘惑 當然會有 你誘惑是什麼 睡覺 對 我需要睡眠 或者是我想要跟同學 他們說要去跨年 走吧 我們去跨年 現在沒有跨年 下一個學期沒有跨年 比如說你們上學一做期末作業的時候 你很想跨年對不對 最後你有沒有去跨年 誘惑是不是 就是誘惑嘛 就是誘惑嘛 temptation 誘惑 atonement with the father 這個是救贖 就是像父親贖罪 或是救贖 救贖這個部分 就剛剛講的那個 就是他 Elypus 他的認錯就是戳瞎自己的眼睛 sorry 我做錯了 但是他不是故意的 我也沒看過 叫做apostasis 你念不出來 apostasis apostasis when someone dies in the physical death and dies to the self to live in spirit he or she move beyond the pairs 我會去自己查 opposite of state divine knowledge 就是就有點像是神話 如果你用那個這本中文譯本的話 它就是神話 就是超越了生死 就是人 人跟神最大的區別 就是神不會死 人會死 對不對 所以這時候他翻作神話 意思就是說 這時候他有一點進入非人的狀態 就非人的 不是not a human being 不是一個普通人類的一個狀態了 所以這個 這個應該是神話 Ultimate Ultimate boon Ultimate boon is the achievement of the goal of the quest 就是說 quest就是征圖 征服征圖的一個獎賞 一個reward的意思 就是說 他會得到一個reward refuse of return 這時候他就 他得到獎賞之後 他就不想要再回到原來那個平凡的無聊的世界 所以這時候他會 你看看這隻 這是貓嗎 好吧 這是貓 refuse of return 就是說 這時候他可能就不是很想要回到原來那個狀態 就是覺得 開始跟著日的自己產生了一個對抗 refuse of 就是不要 magic flight 然後這時候可能還會有一些小逆轉 什麼的 突然就 奇怪 那個壞人沒死又回來打他 然後這時候他需要一些特別的奇蹟來逃脫等等 你也不用把這17個公式 完全的 就是說 完全說 就是這17公式也不是那個意思 這不是這個意思 那最重要的是 坎博 Campbell 這個人提出這個理論的時候 其實引起一些爭議的 說大家說真的嗎 所有歷史上的電影就是這些高潮迭起 這麼精彩絕論的電影 是不是就這17個stages 就17個階段 是嗎 那 Campbell 用了一個字叫 Mono Miss Mono這個字什麼意思 知道嗎 Mono 單一的 Miss是什麼 Mystery是神秘嘛 那Miss是什麼 神話 神話 他說全世界所有的神話 從希臘到現在 單一的 就是17個stage 你脫離不了這個範圍 這聽起來是一個很可怕的理論 哇 人類的想像力好有限制 只有這17個神話嗎 我不知道 就是說你可以想出一些 scenario 想出一些場景是這裡面沒有發生的 沒有獎賞 沒有 轉變 沒有這個大魚的肚子 沒有這些 這些非常不可思議的奇蹟什麼的 沒有 因為如果你這樣寫的話就賣不出去了 你就不是應該這樣講 就是說如果你沒有沒有這些高潮疊起精彩 然後跌宕起伏的這些過程的話 這個故事就很難成為一個吸引人的故事 你沒有發現 你會吸引他 會吸引你 就小時候你媽媽 媽媽晚上跟你講一個睡前故事 你會明天想要聽下去的原因就是因為 還沒有結束 還沒有結束 還不知道鹿死誰手 不知道結局怎麼樣 會不會很精彩 不知道啊 那那個那個那個 對不起 這樣講的 就是說那個公主最後親了沒有 王子最後親了公主了嗎 或者是最後王子有沒有逃脫那個惡人的控制啊 什麼的 就是你最後在等這個結局 那我覺得最後他這個很有意思 最後兩個階段的聽起來好像有一點無聊 一個叫Master of Two Wars 一個叫Freedom to Live 也就是說他最後回到 就是說他有一段抵抗回到原來的世界 或是拒絕跟昨日的自己對話的這個過程 最後他可能還是順服了 但是那個順服不是說他 Obedient不是那種順服 而是 他終於接受了 我昨天就是這樣子 這個平凡的世界就是這樣 我雖然變成了另外一個超人 或是一個超越昨日的自己 可是我也可以在這兩個世界之間 憂游自在 也就是說我不拒絕我是個凡人 同時我也知道我具備了解決問題的能力 我有克服困難的能力 我甚至有神的能力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是一個 一個蠻有趣的 最後兩個這個階段 當然我在研究這個神話的階段 就是 就是所謂的這個單一神話的這個理論的過程 也就是一個 對我來講也是一個新的 新的學習 就是說 那到底 這跟我們的教學有什麼關係 這跟我們的教學有什麼關係 我接下來給各位放一個影片 我給各位放一個影片 這個影片呢 我就放了 那上面有英文 發音 字幕 各位可以看一下 聽得到嗎 那我這邊要關掉 不行 要開一點 這樣你會聽到兩個聲音 那我要怎麼 重來喔 重來喔 開始 好 這樣他就沒有聲音了 怎麼關掉這邊的喇叭 我知道了 我應該是 等一下 我知道了 應該是 等一下喔 這樣沒有用 可以耶 你看 我找到方法了 好 這樣子 這樣就不會有了 這個短片的電影 大家可以聽到蛙名殘教 這個英文當然口音很重 但是 有字幕搭配應該不難理解 我們快要變成英文課了 底下那個應該是什麼 西班牙文 就是看影片就懂了 據說這個影片最早是在WhatsApp上面流傳的 WhatsApp 知道嗎 然後後來有人就把它轉到YouTube 那這次 那這次 這算我第三次還是第四次看到這個影片 然後這個應該是 當然就游牧民族 是蒙古人還是什麼新疆人 我不知道 就是游牧民族 那應該也是個電影 應該不是真實的事件 然後先探測了一下那個泥巴的泥澱程度 要把它拖出來應該是不容易的 非常困難 他們在想怎麼樣可以救這隻馬 因為那個馬是個好馬 所有的牲口對他們來說都是財產 他的Plan就是這個 那游牧民族他們最多的就是牲口 他們有很多的這些 其他的馬 自己所探養的馬 Ross Maintly inspire the stuck horse to give its strength so that it could come off from the mud and as the horse sow his friends gallop around the bond Maintly and he decided he's going to do it his last try with all the strength he rose the energy the effort came out this is a lesson for all of us to draw all the strength to draw all the strength and energy to come out of these bad times which has hit us that's why be positive try to help others around so let's help our friends stuck in the fond of hopelessness the negativity to come out and guide them and help them to change their lives to change their lives by providing to change their lives this positivity by words and actions so that the horse can come out and there the horse struggling with all his strength and there the horse struggling slow and steady stands up on his four feet try to get up ready to get up among his friends God bless you take care 好 他最後一個阿妹了 我不知道為什麼剛好有一個阿妹 來這個影片你看到什麼 聊聊 當然很直直白的 這個影片也沒有太複雜的 心理層面在裡面 但是我想要問一下你們看到什麼 他從尼巴出來 好 這是動作 那這個動作從尼巴出來 他們選擇了一個方式 不是硬拖 我也找查了網路上 我打horse out of mud 我剛才看到 似乎是這種不同的方式 他們怎麼把硬硬碼 從那種難尼尼巴救出來 都是用什麼小卡車小拖車 知道嗎 就是各式各樣的方法 你去查真的有 你就打horse out of mud 就這幾個字 因為我那時候找這個影片我也真的查了一下 然後你就發現 大家的方法都不一樣 然後把這個碼從尼巴救出來的方式 他們選了一個很不一樣的方法 什麼方法 同才 其實同才力量很大對不對 你知道嗎 同才力量其實很巨大 如果 如果回到一些也許有人曾經遭遇過的情況 比如說你在高中或國中曾經被同才霸凌過 有嗎 應該或者是聽說過有同學被 某些同才霸凌 或是你親眼目睹人家被霸凌 其實那個就會很悲慘 為什麼很悲慘 為什麼被同才霸凌會很悲慘 比如說你不行啊 你就這樣啊 你就怎麼樣啊 然後就 當然就會用一些很negative的形容詞 所以 所以 我們需要休息一下嗎 我們休息一下好了 我們就順便休息一下 我們等一下回來討論這個電影 那剛剛 講到一半嘛 就是 同才對不對 所以你看到同才 你看到了一個馬 被救出來那個動作 那看到什麼 這是這部電影 這部小短片 除了 同才 影響到那一隻馬 最後從泥巴裡面爬出來 那除了 剛剛講什麼 剛剛講說 對 他們在救馬 他們想要 這是一匹好馬 他們想要把這個馬從泥 泥沼裡面 把它救出來 你還看到什麼 研究 研究這個馬 要拖 要救這個馬的過程裡面 他們有 做過一些評估 做過一些評估 然後最後呢 決定了一個 他們想要用 採用的方法 那這個方法到底有什麼 神奇的地方 這個馬跟 這個救馬的方式 跟找一輛 拖車 或是好幾匹馬 綁成一個馬車 然後把它這樣從 類似馬車的概念 4匹馬 5匹馬 一起把它拖出來 有什麼 有什麼差別 我給你們看一個網路上 另外一個 一樣 我說嘛 horse 我隨便查 horse out of mud 這我昨天查過的 隨便找 就是 就是你會看到各式各樣的這種 好啦 我就說 看這33分鐘 我們沒有時間看他33分鐘 我看一下他這個 OK 這是這一定是真實的 這就不是電影了 這就不是電影 因為 就是說 欸為什麼馬要走到那裡去 因為 馬就在荒郊野地裡面走的時候 他不知道哪邊會有那種類似 你知道嗎 類似牛 流 不是流沙 這也不叫牛沙 就是沼澤啦 就是泥巴 然後他也不知道他會陷進去 陷進去他就出不來了 因為知道 這一匹馬都好幾百公斤 八百公斤 九百公斤重的 所以你要把它拖出來 其實是很困難的 非常困難的 就要用這種沒有 比較不人道的方式 但是是有機會把它拖出來 欸怎麼還沒出來 搞那麼久還沒出來 搭到水裡 搭到水裡 我想要找的是一輛那種卡車型的 剛剛是不是有一輛卡車式的 卡車式的有啊 就是 那裡都沒去 Truck 怎麼要這樣找吧 類似這樣子的啦 騎出來為什麼找不到找不到 昨天我看 呃 等一下喔 好 Horse 奇怪昨天我昨天找的時候好多耶 現在一下子突然間就 好啦我給你看一個這個好了 這個看起來比較悲慘 這看起來很悲慘 為什麼 所以你可以看到有很多的馬被困在 泥巴裡 然後人類只要看到這種情況你就不可能 用這種方法 第一個你要先 在他有一點不知道你要對他幹嘛的情況之下 去做這種救援的工作 然後他還不太願意讓你救 為什麼 因為他不知道你是要把他抓起來拿去賣 或是要對他接下來做什麼 可怕的事情 可怕的事情這樣子 所以 所以通常會搞很久 你就會看到這其他的影片呢 都是這種 人力救援式的一種 一種 菩薩心腸的 在在在 在拯救一匹馬 搞好久 然後最後 然後最後 是這種 非常 ochr 非常 不舒服的 情況之下 被救離那個東西 總而言之 最後都會 大家就不這樣 哦 救起來了 好 這樣 OK OK 差不多這個意思 好 那這剛我們剛剛看到的有什麼不一樣呢 各位 那個影片的不見了 跟我們剛剛看到的這影片有什麼不一樣 讓他自己繼續講 就是 就是讓他看那些他的風格 都很容易 然後 就是 以及去幫助他 讓他 更知 讓他自己想要出來 非常好 你們一定聽過一句 非常criciet的話 就是什麼 買魚給他吃 不如送他一隻釣竿 或是什麼 買給他一隻釣竿 不如教他怎麼釣魚 聽過嗎 你送他一隻釣竿也沒用 你要教他 教會他怎麼釣魚 也就是說 如果你自己不想釣魚 你不想學好釣魚 我送你再好的釣竿 也沒有用 這樣懂嗎 那一樣的道理 這批馬你又可能有 50種救援他的方式 就附近的這種 因地取材的方法 你可能可以找到50種 救他的方式 可是我覺得他們選了一個最好的方法 不知道會不會成功 這個最好的方法 在我心裡面 它是最好的方法 但是他不一定會成功 可是最重要的是 他可以讓這個馬 下次再遇到同樣的狀況 然後呢 他就相信他自己可以爬出來 一開始那個馬 困在裡面沒有爬出來 最後他爬出來是同一匹馬 那個馬沒有換過 就同一匹馬 當然這是個故事 不知道是真的是假的 那一匹馬就是同一匹馬 那從一開始他拒絕 爬出來 他想說我死定了 我死定了 我就死在這裡吧 讓我死吧 就之類的 就變成喜劇了 就是他 他就是 哎呦好難喔 又出不來 就出不來啊 又出不來啊 可是事實上他出的來 同一匹馬 為什麼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他心裡面 他心裡面去相信一件事情 他做得到 如果你心裡面 相信你做不到 你就會困在裡面 你就永遠在裡面 然後等人家用那種 五花大綁 七手八腳 弄了一個小卡車 小 挖土機 小什麼的 然後你還會很害怕 人家是不是人類要把你拖去幹嘛 未知的世界 不知道怎麼樣 可是 他們讓他相信說 哎 這些馬都可以跑 都可以跳 然後他們在外面很快樂 他們在外面自由自在的 只要能夠出來 就是這麼自由自在 他開始相信一些事情 後來他就出來了 後來他就出來了 那當然各位剛剛講到像同儕 同儕力量大不大很大 我剛剛上課講到一半 可能 哎我以前小學被霸凌過 我真的被霸凌過 就是那種小學男生有時候很壞的 那我就是那種 哎 乾乾淨淨的很愛念書的那一種 特別喜歡被 特別會 特別喜歡被霸凌 特別被別人喜歡霸凌這樣子 就是OK啊 霸凌啊 那這是 說話的 但是我 我後來 國中高中遇到一些比較溫暖的同學 我的高中同學 對我很好 他們都叫我老大 也不知道為什麼叫我老大 我從霸凌變成老大 我不知道為什麼 反正一開始就對自己有一些自信 甚至 我都還記得我有一個mentor 沒有講到那個 剛剛那個 十七個階段的一個mentor 我有一個國中的生物老師 他對我特別好 那國中的生物老師呢 每一次看到我就說 楊錦遠 那個有點外申口 楊錦遠 我覺得你有超能力 傻傻看著他 我為什麼會有超能力這樣 為什麼他相信我有超能力 我也不知道 他是一個雄中的老師 但是我在道明念書 他來我們道明中學高雄 這邊有高雄人嗎 高雄我道明知道 就在道明念書 念了初中高中六年 那他是雄中來我們那邊兼課的 兼生物的 一個兼課老師 然後突然對你很 他就是 have believe in you 就是他就相信你可以做到很多事情 那我 我覺得我被他鼓勵很大 這是我 長大以後 很久很久以後 我才發現的事情 我好像真的有超能力 各位 你相信我有超能力 不知道 打個問號 但是 同儕會影響同儕 甚至生命會影響生命這件事情 在我們的人生周遭 你的朋友老師同學 然後甚至你看過那些傳記 太多了 也就是說 其實 會互相影響的 可是最重要的 我第三點講的 你自己 要相信你自己 你可以爬出來 你可以站出來 你就能做到這件事 那我們來看一個 一頁PPT 國立台北藝術大學 藝術探索者計畫 就是我剛在最前面 跟各位講的 我們有一群教師社群 正在研究 怎麼改變自己的教學方法 跟態度 然後 在我們教務長 林少仁跟研發長 余國華老師 他們的帶領之下 我們開啟了一個英雄之旅 那這英雄之旅裡面 講了三件事情 他也畫了一個圈 這個圈跟剛剛那17個stage 有點不太一樣 但是 他其中的三個大的階段 一個叫啟程 一個叫啟蒙 一個叫回歸 看起來 有什麼太大的不同 那但是就是 重點在於說 我們希望 我們希望每一堂課 都是一個冒險 也就是說 在這個16週 或者16加2週裡面 我們不是試圖要 教會你什麼 我們是要讓你自己去體驗一次冒險 也就是說 我剛前面不是有個問卷嗎 問你說小時候有沒有用過什麼 柔賴吧 我不是問了一個問題嗎 就你們有沒有一樣都沒勾到的 可能有 會不會 在你進北一大劇設系之前 搞不好你 那八用工具 你可能一樣都沒碰過 這是有可能的 那甚至有人說自己是什麼工具白痴啊 有人說自己走到路上 就是說自己會迷路啊 這種 就很多你對自己沒有的自信 那我們希望藉由這一堂課 找到你在這個領域 我講的就是技術設計 你在這個領域裡面的一些自信 不是說你要成為一個TD 也不是說你將來就 給你一個問題 你就有辦法因應而解 不是 而是你開始相信 你是那一批 可以從泥巴裡面爬出來的嘛 以後呢 只要有人跟你出一個難題 你就會爬爬看 爬不出來 再爬爬看 爬不出來 然後旁邊有人繞著你 開始鼓勵你 然後你就爬出來 但我這樣的比喻有點牽強 差不多是這個意思 差不多是這個意思 這是個Adventure 所以如果從開始 你接受我今天的召喚 今天不是什麼 呼召 什麼牧師啊 什麼我不是 我這個召喚的意思是說 你要相信接下來的十六堂課 你會有一場歷險 用這樣的心態來 面對它 這樣懂嗎 所以各位 18位同學 你們從今天開始是白老鼠 北藝大的第一批白老鼠 我們第一次在大一的課程做這樣的 嘗試 我也沒有經過很多的訓練 我去參加了一個 2月6號7號 我們去埔里 參加了一個 研錫營 副校長 教務長 這個研發長 很多人都在 然後我們互相 學習 然後我們也互相 給了大家 彼此很多的這個 idea inspiration 然後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就 那是2月6號7號 今天是2月14號 我那時候就突然有一個 感動 我就覺得說 哇 這些老師不管是比我大個10歲的 還是小我10歲的 大家都很有熱情 都想要在這個教育的現場裡面 發揮一些影響力 或是去改變一些事情 所以我們就 我就很認真的 研究了他們整套的一個概念 怎麼去應用在裡面 所以我們會有一個啟程 然後會有一個啟蒙 好 然後一個回歸 我等一下會具體的說明 這個各位白老鼠 你們要做什麼 就很簡單 其實跟以前的課程 沒有太大的差異 只是我 引導你們的方式會改變 好 那中間的核心部分呢 我們看到的三大塊的學習 一個是你自己要學 你要是那一匹馬 你要學會自己從 泥巴裡面爬上來的技巧 然後一個社會情緒學習 這個比較像是同償彼此影響 所以我們將來 會增加一點分組的作業 我們以前 這門課多半是 各自單打獨鬥 很少有分組作業 我會在這一塊上面 去增加我們學習的這個比例 那再來 最後一個就是跨領域學習 這一塊其實很難定義 跨領域其實什麼都是跨領域 不是嗎 你做劇場 如果用了一點影像 你也可以加到跨領域 可是你會說影像 不是就是劇場的一部分嗎 以前不是哦 以前影像是影像 多媒體 新媒體那一塊 後來呢 我們就把這個 所謂的影像這件事 拿到劇場來用 然後你就會發現最近的 新媒體他們學了 偷學我們的很多技術 這樣 我們劇場裡面的很多的觀念 在表演的觀念上面 他們也拿去用 聽懂嗎 所以其實 其實你要定義跨領域是很難的 你就說 劇場裡面本來就有音樂舞蹈 不是嗎 因為舞蹈當然就是跨領域 你這要做到很專業的舞蹈 你要做到很專業的音樂 然後你把它合起來之後 你叫musical 不是嗎 然後加上導演 加上舞台燈光 這些情境的氛圍 對他就是跨領域啊 所以說到底呢 他的三塊核心裡面就是說 他強調了 你自己要學很多專業的知識 那這個在我們劇場設計系就是很清楚的舞台 服裝燈光技術 社會情緒學習我講的就是一個 你的同儕相互影響 相互影響 相互扶持 不是相互 攻擊 相互這個霸凌 不是這個意思 然後最後一個跨領域我相信的是一個 你們在學TD 技術設計的過程裡面 也許我會藉由今天這樣的一個開場 就是說我們 有英雄之旅這樣的一個參考教材 不需要你們去讀完 但是我會說你們怎麼去從裡面得到一點啟發 或者是 引導 這個是第一個跨領域 然後其他的跨領域就各自去解讀了 也就是說 你到底要跨到哪裡去 比如說你借用一些 紡織的專業 借用一些 燈光技術的專業 或是借用一些其他專業的領域 來輔佐你完成你最後的一個期末作業 總而言之 這個是我們的一個 英雄之旅的一個架構 那我接下來就要來公開我們這一次 這個學期 這也是我很少這樣做 不是說我沒有這樣做過 我幾乎很少在第一堂課呢 就把你們的期末作業給定義了 很簡單 這個昨天已經在網路上看過的舉手 我記得有九個人十個人看過 你看 我都可以知道你們看過 沒有 這個教材裡面 沒有 其實我也沒做什麼偉大的事 我就看一下說 這個有十五個人看過 這樣子 人氣 人氣 他叫人氣 真的是叫人氣 好 那 以往第一個題目 也就是A題呢 都是我固定的一個題目 也就是去研發一些可愛的 什麼小舞台機關之類的 就是 基本上會動的 會產生一些surprise的 產生一些效果的 那我們來看一些例子 好了 我們來看一些例子 看什麼 譬如說這個 這個 這個是 這個是 這個是我在 好久了 2009年 等於是14年前 在戲曲學院 那時候我在戲曲學院也有兼課 我們會兼來兼去的 然後 我在那邊兼課的時候 帶學生做了一個模型 這個模型 後來變成什麼 知道嗎 這個模型後來變成了 各位知道我有個頻道 聽起來很了不起 這樣 並沒有 也很了不起 好嗎 你去問問看哪個劇場人有自己的頻道 很少吧 是吧 應該很少吧 這個是 剛剛講的那個施工模型 後來就變成了這個 就在我教學生 完成那個模型之後的大概兩個月吧 我就在北藝大的戲曲院演出了這個 這個東西 這叫辛波斯卡 我們會在 我們會在很多的後面的教學裡面去引用到這個製作 這個製作上面有一個大時鐘90公分大的 然後他會轉轉轉 然後轉轉轉之外呢下面呢有一排這個所謂翻閱版 導演是王嘉明 王嘉明是誰知道嗎 王嘉明 他那個時候還不是學校的專任老師 那當然是注意到啊 我覺得 我覺得他最有趣的地方是 他的戲就是怪怪的 他戲就是 充滿了很多 你們有看過他的戲嗎 還沒有機會 快了 他應該很快就會輪到他來做這個 導演 那也是一個很有趣的 很有趣的一個導演 中生代 台灣的中生代一個很厲害的導演 以前是沙妹劇團出身的 那 我說從那個施工模型變成這個東西 其實就是差不多兩個月的時間 那當然中間我們 學制各位上學期你們還沒有機會做學制 這學期要進組了吧 好舞台組舉手 我們要長鄉左右了 你們這學期會常常看到我 然後服裝組 燈光組 你們就開始進組 那那進組以後呢 你就會 知道這個頻道吧 這個頻道你們知道 不知道 不知道 好沒關係 我等一下會發 發另外一個 syllabus給各位 我 syllabus還沒有發 我 syllabus還沒有發的原因 是因為我還想要再微調一下 我等一下會給你們看一下大致的 syllabus 因為我覺得重要的日期要讓各位知道 就是我們大概 呃 每一年的製作 每一年的製作 只要是我自己有參與的 我都會把 我都會留下一些記錄 那這是2012年以前 我大概會做成一個相簿 我現在沒有做相簿 我現在大家都直接做成影片 那就是在工廠的那個狀態 我們連輸送袋都自己做 我們在舞台上有一個輸送袋 我們在舞台上有一個輸送袋 我不是要講這個製作 但是既然講到 我就稍微 提一下下 輸送袋 因為我們正在講 你們這個學期期末的兩個作業 這是我人生第一次做輸送袋也是最後一次 因為 因為這個你看我年輕的時候好瘦 真的很瘦 完全長得不像我 然後 這是我們做完輸送袋之後 我第一次在上面 上面測試 這樣子 就是 我們在系裡面呢 有一個這樣的輸送袋 機場 對 翻閱版加輸送袋等於機場 沒錯 那你看王家民呢 他就有一個idea 他就我說 一開始除了那個輸送袋 除了送行李之外呢 他其實 還送人 送人 這樣大家懂嗎 然後那個 那個幕後面有一點火光 這樣 大家看懂 所以那時候王家民在問我一個問題 說 欸 金元 這個輸送袋上面到底可以輸幾個人 我說我不知道啊 我怎麼會知道 所以要試了才知道 後來我們就實驗 實驗完就大概四個人 所以他一次可以最多上去四個演員 可以拖得動 那像這樣的東西 其實一開始我們都是在 又要回到那個 我們都是被召喚的 就是王家民跟我說 你會不會做翻閱版 我不知道 你會不會做輸送袋 我不知道 你上面可以載幾個人 我不知道 其實我們都沒有答案 我們都沒有答案 但是整個過程呢 他就會變成一個 Journey 或者你叫他Journey 或者叫他Adventure 都可以 就是他是個Journey 你必須要去 嘗過那些 各式各樣的一個過程 你才會知道發生什麼事 那大家看到這裡就開始 覺得有點Boring 好 那接下來就給各位看一個影片 醒過來的影片 可以嗎 要醒過來的嗎 Are you ready? 我先給你看影片 我再解釋好了 沒有音樂嗎 這邊要關 我想起來了 這一個production叫 Awakening 在Las Vegas Las Vegas 各位應該不會需要解釋 然後他有一個resort 叫WYNN 那是去年11月推出的一個新的秀 其實在Las Vegas 我們有時候不太願意叫他是劇場的演出 我們喜歡叫他秀 秀知道 那但是他是有劇情的 也就是他裡面也是描述了一個 一個故事 你先不管那個故事有多麼的肥皂或是什麼 但總而言之看起來就很精彩 好嗎 你現在看到的都是真實的場景 沒有後製 沒有什麼動畫 就是在舞台上真真實實發生的 所有的道具 所有的舞台機械 所有的燈光 所有的服裝 都是 全部都是 那我沒有太多的時間給各位看這個秀 有興趣的話自己飛到Las Vegas去 但是他網路上現在有一系列的這個 就是他的短片 各位可以看到梗干 然後後面有很多的Behind the scene 好 那所謂的Behind the scene的意思就是說 他會訪談導演啊 舞台設計啊 等等 好 去討 去 稍微說明一下 當初到底 我來看一個就好了 看其中的一個 看起來精彩 好 這個是製作人 製作人 大家懂嗎 就是出錢的老闆 他想做這件事情 然後他就會去找最重要的導演 跟一些核心的人物來進行 然後這個是道具舞美設計 好 Illusion Designer 他其實是魔術師 也就是在Las Vegas有很多的 秀都是跟魔術有關 然後他在這齣戲裡面變了很多魔術 非常非常多的魔術 這個就是把它寫成一個劇本 左邊那個是導演 作曲 Composer 作曲 Costume Designer Costume Designer What we're seeking to do is produce something that cannot be done anymore so that you could only see in Las Vegas Now I get to see what the best work of my career looks like 好 剩下你們自己回去看 他大概有現在已經放了十幾部在上面了 好 那個連結我應該有放在 在我放在哪 我有放在哪 沒關係我回去檢查一下 好 如果沒有的話 那個佩穎你再提醒我一下 我先暫停在這裡 好 那 我也很幸運的在 二零二 二零二一年的年底 參與了這個案子 我參與一小部分 非常小的一部分 那 很奇妙喔 我在台灣在台北在疫情期間 然後 這齣戲的武美設計叫George Sippen 他就突然打電話給我說 我們當然在 中國的西安有另外一個合作的項目 他就問我說要不要幫他們協助他們去設計跟製作一個道具 所以我在二零二一年十二月接了這個案子 然後差不多在四月的時候五月就去年的四月五月的時候呢 就我每個禮拜六早上要跟 拉斯維加斯 吳美設計在紐約 然後 這個在拉斯維加斯 然後 我就要跟他們開會 透過視訊的方式開會 然後驗收我們的進度 然後 我們就幫他做了三個東西好了 可以給你們看一下 因為 這個其實 可以給你們看嗎 我不知道耶 因為我們有保密協定 然後你剛剛 你剛剛在裡面不會看到我們做的那三個道具 因為他是等於是戲最後的彩蛋 彩蛋 然後剛好 就其實大部分的合作設計都有一個保密協定 就是說這個東西你其實不能公開的 不能公開 好 那我就 遵照他們的規定不公開 暫時不公開 有興趣的話 我在私底下跟你們分享 因為 現在是公開了嘛 公開了就比較不方便 總而言之就是 幫他設計了三個道具 然後四月五月我們就開會 然後六月的話 透過視訊驗收完成 然後七月上船 八月飛到拉斯維加斯 我那時候其實大家都還沒出國 所以我已經出國 我到拉斯維加斯住了兩個禮拜 然後在那邊安裝 然後 確認都沒問題 我們再飛回來 我帶了兩個學生去 都是三十歲 這是我以前的學生 跟各位分享這個Journey 就是告訴各位說 好 我們其實有機會去參與這樣的東西 那 我那時候就問George 一個問題 喬治希平 我問他一個問題說 為什麼找我們 我說美國那麼多 Sing Shop 美國那麼多 做道具的 做 很厲害啊 從台灣過去 要運過去啊 那你們第一個想到的 你說 那可能台灣人比較便宜嘛 是不是 你覺得是這個原因嗎 我不覺得做這個秀會需要便宜 做這個秀需要便宜嘛 你們看剛才那些機械啊 什麼 他們花了多少錢 我不知道 但我只知道他們 花了四十七萬美元在我們身上 四十七萬美元 沒有 沒有很多啦 四十七萬美元很多嘛 我給各位看一個東西 你們到底有沒有我的頻道啊 我一直叫你們要加入我的頻道 有嗎 訂閱了 好啦 就是 非廣告了 這個公司呢 叫CMS 是2014年左右成立的 然後 當時成立的時候 就一個學生 我跟一個學生 然後 當老闆不是我 然後 就是 專門要幫 演唱會做舞台機械啊 這些東西 那這次2017年的時候 我們幫五月天做一個完整的演出 叫做 人生無限公司 然後在這個演出裡面呢 我們做了 有趣的事情就是 啊 這跟Las Vegas無關 這是另外一件事 我們就做了很多動力機械 然後這些動力機械呢 就類似像這樣子 你現在看到每一個移動的Panel 大概是 兩噸半到三噸 詳細的數字我忘記了 每一個Panel 每一個橫向 上下移動的 就是兩噸到三噸 然後總共有五個 總共有五個 然後他們可以獨立的運作 然後裡面藏著電腦燈 藏著一些效果燈 這個你在劇場看不到的效果燈 然後做出很多 那些燈都可以旋轉 然後做出很多 這個在 高雄市運主場館 右邊這個是老闆 剛好看到他 滿場 這五月天就不用多講 這五月天就不用多講 這一定是滿場 然後這是我 我們的 其中的兩個 兩個 我們就做了大概八樣效果 其中的兩個效果的Q表 這看得出是Q表 所以中間那個紅色就是那五個上上下下的 然後 不一定紅色他有時候藍色 然後左右對開的 等一下就會看到 這是我們的Q表 所以這是他的變化 然後那個骨台 骨台會移動 我那時候 我那時候不知道為什麼要留鬍子 他們說這樣比較老一點 後來我就把鬍子踢掉了 然後這是一些升降台 這個是 阿信 他出場之後就會站在這個升降台 然後就升上去 蹲在地上那個是老闆 老闆不是就是 兩手插在口袋裡 那就不叫老闆 這個是我們在測試的時候 我當時我在旁邊側拍了一個影片 然後 反而坐在上面那個是幫我們做控制的 就是幫我們寫程式的一個人 就大家一起合作測試 這個案子我們 當時也是一個很大的冒險 因為 其實 相信音樂或是五月天或是避孕創造 一開始他並沒有要給我們做這個案子 他們就帶我們 也是飛到美國 飛到美國 有個公司你們可以記一下 有一些keyword你們可以記一下 回去自己查 叫Tedtower 這是美國做 這是美國做一個字吧 一個字 美國做這個演唱會 那些最有名的 我以前有名的 你們現在都不有名 瑪丹娜那種人 好不好 可以嗎 麥可傑克森那種人 好 的這種 所謂的巡迴 演唱會 主要是演唱會 巡迴啦 然後 所有的 裡面的舞台燈光音響都全包的 這個是美國最 最最知名的 公司 Tedtower 然後那時候帶我們去參觀他們公司 參觀的時候呢 他們公司有六百個人 好 然後我剛剛講CMS那個小公司呢 只有 六個人 在2017年的時候只有六個人 然後我進去以後看到那螢幕上面有一個 那個金剛 King Kong的那個動畫 就是他們自己做了一個動畫 然後我看了一下就說 那你們有人會寫程式 對不對 他們有人會寫程式 那我說你們程式的 我隨口問嘛 就要找話題 去訪問人家就要找 去人家家裡要找話題 說那你們寫程式的有幾個 沒有啦 我們寫程式只有四十個人 我聽到都是很天文數字 聽到都是天文數字 所以我們 2016的9月從美國飛回來之後 我就跟豐哥 豐哥是這個公司的老闆 我就跟豐哥說 我們 可能不會做吧 這個案子 你看他們就是要找Tedtower合作了 所以我們 剛剛那個影片呢 我的影片怎麼不見了 剛剛放到哪去了 剛剛那個影片呢 在這裡是不是 繼續 我說不可能找我們啦 那個 那我可憐 就9月嘛 9月我們從美國飛回來 然後 11月的時候 12月 對不起 12月 12月初的時候呢 豐哥就打電話給我說 老師 碧莹創造要我們做 碧莹創造就是那個 湘辛悅 他們所成立的一個硬體公司 專門幫他們搞演唱會 碧莹要找我們做 他說 那就做啊 不找那個600人公司 找我們6個人公司 那 也不用太 講太多 台灣人便宜 其實也不是啦 價錢太貴 談不下來 你聽得懂嗎 他們如果要在美國Tedtower做完 然後用60個40指的貨櫃送到台灣來 那就是一筆錢嘛 剩下都不用多講 所以 我就跟豐哥說 接啊 沒關係啊 有機會來就做啊 就做啊 那後來他就說 不行啊 老師我們接了以後 公司會倒 他沒有自信 他說老師我們接了以後公司會倒 就像這個東西 他如果沒弄好他就倒下來 我們這是用一個特殊的方式 把它做出來的一個 這叫Delay Tower 就是掛在演唱會的 觀眾席最後面 有看過 然後 我們設計出來 我們是仿照國外的方式把它設計出來的 又可以當FollowSpa的那個 打追蹤燈的人 很高 非常高 因為他一定要很高啊 他一定要很高 然後 總而言之就是 我總是說接吧 不接的話 公司永遠是六個人 這樣 我就說接吧 我後來就接了 後來公司也沒倒 但是這個案子就變成 CMS這個公司的一個 landmark 曾經最多的時候 我們公司裡面有十二個 TD主修生在那邊 十二個TD主修生 你剛剛看到 鏡頭裡面有晃過幾個年輕人 那都是你們的學長姐 TD主修的 那 那當然就說 你來念劇場設計系跟做演唱會有什麼關係呢 當然不一定有直接關係 你當然可以去 像我們有三層製作公司 各位知道嗎 三層知道嗎 三層就是做舞台布景 道具 三層 那那是一個學長 他是原來是舞台設計主修的 他叫袁浩成 他們成立的一個公司 所以叫三層 袁浩成 可以嗎 那那個公司現在很有規模 在北投很附近 所以你們有需要打工的話 可以去過去打工 那當然 喜歡做道具 做一些這種舞台布景的 或者喜歡run show的 你們可以 也可以考慮這樣的地方 那當然 你們可能最大的夢想是成為一個設計師 那就要好好的加油 設計師為什麼要說要加油呢 因為設計師的市場很小 也就是說 你們可能要面臨很多的競爭者 你們一年 你要想 各位 你們可能一年有十二個舞台設計畢業 十個舞台設計畢業 十個服裝設計畢業 十個燈光設計 對吧 那四年就有四四個 那不就是競爭者 都是你的競爭者 那就不用講那些比你資深很多的 那種畢業二十年的學長 黎世綺 他現在都設計了很多演唱會 那 總而言之 我覺得啦 我覺得啦 這四年對你來講 也是一個冒險 也是一場旅程 也就是說 你最後四年之後 會成為一個什麼樣的人 你身上具備了什麼樣的 能力 條件 別人為什麼要找你合作 我現在問一個問題 你將來會找人家合作 你覺得 好 就問你 你前天見過面 你覺得你要找一個人合作 你看的是什麼 他有沒有我們 需要的能力 能力 能力很重要 再來 然後 能不能方便溝通 溝通的 方式 是不是你喜歡的 再來 錢 錢 他要花你多少錢 是嗎 然後 然後 我個人 當你剛才講的都對 都對 我個人最看重的是什麼 你知道嗎 我個人最看重的是態度 我覺得能力可以學習 價錢可以壓低 但是一個人的工作態度 是從小到大培養出來的 那個改不了 那個改不了 一個人的工作態度 是從他出生的第一天 到他 此刻 整個人生的歷程裡面 所養成的 那個改不了 所以 我通常在你們這四年的時間 我就會觀察你 有一天我沒有辦法成為一個 如果有一個人跟我問說 金銘老師你有沒有什麼舞台設計的學生可以推薦 我就想 那我就想到 我想到你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 你以前在 大學的時候 可能參與製作 參與演出 或是做你的畢業製作的時候 我看到你的工作態度 我認為是ok的 所以這些東西 都是你四年要經過的一個歷程 好 那我回到剛剛的 有點扯遠了 回到剛剛這裡 舞台施工模型 所以我們可能需要 各位在這個學期完成一個施工模型 不一定要很複雜 不一定要很偉大 那這個回去你們自己慢慢看可以嗎 好 那這裡面有列了很多的參考資料 你都可以點進去看 我看一個就好 像這個是 不是我們做的 這個是 巴苦2015的歐洲運動會 歐洲運動 European Games 2015 其實你們可以去看很多的這種 大型的 不管是奧林匹克 或者是像歐洲運動會這種大型的 包括世界大學運動會 的 開幕式 你看這個飛毯 有沒有很神奇 飛毯 我講的是飛毯 但它不是靠空氣動力學 不是靠那個飛起來 當然靠懸吊 那靠懸吊 可是問題是那個飛毯又有一些很有趣的動作 你有注意到嗎 有沒有 他如果是這樣呆呆的這樣拉出來 那大家就知道這不像飛毯 這是一個空中的纜車 哦 神奇吧 神奇 其實都有方法做的 都有方法做的 所以總而言之我在這個公告裡面 我列了很多東西 我都希望你們每一個去看 看看不是說你一定要反應說 我就要做這個 我就要跟他一樣偉大 不是這個意思 而是你可以知道說原來表演藝術裡面 在技術的領域裡面 它的質量是很高的 它可以做得非常的high 也可以做得非常的low 它可以非常的土法煉鋼 但是也可以做得非常的精緻 所以這些東西都是可以看的 然後你再往下看 這個2015的歐洲運動會 我覺得是我有生以來看過最精彩的 Mega Event的開幕式 這是一樣又是個Guardis 你看每一個 每一個故事裡面都有一個Guardis 那這個人呢 出場的時候端了一盆草 可是你有注意到地上怎麼樣 開始漲草 開始漲草 有注意到嗎 然後這個草是隨著他的腳步 那就慢慢的延伸過去 那我在過去幾年的工作裡面 也做過好幾次漲草機關 漲草機關的做法很多 但是我覺得它在技術上特別的難 特別難的原因是因為你等一下往下看 你就會發現這個 它所在的這個運動場的地板 不只可以漲草 你猜猜看後來會發生什麼事 你覺得還可以發生什麼事 噴水 它等一下會有水 還有呢 會有火 還有呢 你可以想的事情它全部做得到 但是我先不要破梗 讓你往下看 因為這樣才會有surprise 水出現了 一開始那個水是沒有在地面的 我們有檢查過很多不同的錄影帶 那個水是一開始是不存在的 但那個水就漫出來了 這個我也做過 但是我沒有機會做到這麼偉大的一個 Mega Event 但它所做的所有的效果我全部做過 但是同時發生在一個地方 就讓我覺得非常的贊叹 非常非常的贊叹 而且很美 重點是很美 那這是個開幕式 你的開幕式當然可以就是 只靠最後運動員繞場一周啦 大家拿著國旗搖旗吶喊 但是也可以做得非常非常的漂亮 巴庫 E-A-K-U 我稍微加快一下 因為它其實這個影片很長 總長兩個多小時 好 這個人 這些人都是從地洞裡面鑽出來的 我剛剛可能轉得太快 但是你慢慢看 你注意看 你回去看 有沒有看到一些人從地洞鑽出來 都從地上鑽出來 不是從外面跑進來的 從地上鑽出來 有沒有 地上 遠方也有人鑽出來 一個一個都是從地上鑽出來的 好 那我再加快一下 好 所以我看到這裡的時候 我下巴也掉下來了 OK 各位知道這種運動場 它平常其實它的作用就是 運動會 所以它可以在下面埋這麼多機關 就讓我覺得不可思議 我也不知道它 其實我沒有實際去調查 它是不是要挖個坑 像我們北義大的西域廳的陷阱 是這樣還是怎麼樣 還可以傾斜 它不只升降了 它還傾斜了 一次出現這麼多效果 你可能以為完了沒有 它還沒有結束 我快轉 然後旁邊出現這種類似像壁畫的這種 燈光效果 很美吧 那當然就是你看到一些機械有沒有 這邊有一些剪刀 做技術的就專門看這種 看技術漏洞這樣 沒有啦 還是很棒 還是很棒 還是很棒的 不能這樣 這時候爬出來一個人 這個人是男主角 真正的男主角出來了 快轉 不好意思 火來了 真的玩火 那如果你覺得他的火這樣玩就算了 不是的 然後全部降回屏了 然後全部降回屏了 好 我覺得他 背後 依靠的非常強大的 而且是 一大群 很強大的技術團隊 去做這樣的事情 但是這些效果 在一般的秀場都會有 就是你去看 很多這種所謂的戶外純鏽的這種東西 都有 技術都存在 但是怎麼最後 integrate在一起 變成一個整合的 演出 我覺得這是很不容易的 不能燒到自己 等一下那個 把自己著火了 不是好不好玩 最後構成一個圖案 就是一開始 你在那個壁畫裡面看到的那個圖案 全部 連在一起了 雖然你可能不懂他的語言 然後你也不知道這個故事在講什麼 可是呢 你可以透過他的演出 去感受到 那些非常 神秘的氛圍 最後那個圖案就慢慢的完整 他一次出現那個圖案也很無聊 對不對 一次出現很無聊 所以他就是要慢慢的慢慢的 就是human being 這個人的圖案就出現了 快展 最後火收掉 通常有一個點聖火 你所有的運動會都要點聖火 然後那你們有看過台灣版的點聖火 好像是打棒球 有一次是棒球版的 那這個男生女生呢 他們這個在一起 然後一起呢 把這個火丟過去 就這樣 可以吧 還可以吧 如果你是觀眾在那邊看 你會覺得沒有比演唱會差對不對 然後最後要飛聲 最後一定要飛聲的動作 這些東西 我們都知道怎麼做的 但是全部一起做起來我覺得太厲害了 然後全部要一起達到這個效果 這是驚人的 這裡面沒有後製沒有特效 沒有這個動畫 從頭到尾 就是劇場 技術人員搞出來的 OK 好就這樣 OK 有被召喚了嗎 有被召喚了嗎 召喚你們一下 好來 然後我接下來呢 快轉一下 我們這學期呢 既然是一個 課程的新設計呢 我就 設計了一個新型的題目 叫做以假亂真的道具製作 因為我發現有一些同學不見得對 施工模型有興趣 你就不喜歡做機械 或是覺得機構太難的 那做做道具總可以吧 那這個道具是什麼意思呢 道具是什麼意思呢 其實道具有很多的 可能性跟定義 那我這裡面呢 就是這是前兩天還寫好的 所以這個這個還很新的 如果錯字麻煩跟我說一下 私底下告訴我一下 老師你這個字打錯了 就告訴我一下 這剛寫好的 那我們來看一個 我們來看一個這樣的東西 這個影片呢 就裡面全部不用太多囉嗦的這個字 不用太多囉嗦的字 然後就是你可以看到很多這種 這很好玩 這題目好玩 這個不用動 我不要你說 老師一定要動 那機械我不懂 可是也不要全班最後都做這個 就是說 你可以從這個 他的影片裡面去觀察他使用的材料 然後他怎麼去做出一個 以假亂真的一個 當然這個後製 這就後製了 這一定是後製 這不用 我所有用查都不用查了 就是有很多這樣的東西 這個人呢 他有一個臉書 叫Kamui Kamui Cos Cosplay Kamui這個就很日文 那這個人一定是很喜歡 靠這個 幹嘛一直出現這個 Kamui 就是 反正應該 各位去查一下 有沒有日文好的 Kamui什麼意思 總而言之 就是一個Cosplay的謎 然後他做了非常多這樣的東西 有一些是純服裝的 有一些是純服裝的 有一些是 加上這種很精緻的這種大刀啊 什麼大槍啊 大劍啊 這種東西 可是我這邊有個但書 注意喔 就是你不能做Cos的服裝 你只能做道具 因為我不是服裝課 第二個 我對服裝設計 毫無 毫無這個深度可言 所以你要做服裝設計 那是你去服裝設計課做 但是我這邊 你如果做了Cos的東西的話 你就是 刀槍啊 箭 大概一些舉例 一些他手上最重要的那些武器 什麼的 這個可以 但是我也不希望你們全班最後的跑去做這個題目 那我等一下會解釋一下 為什麼我們可以做這個題目 我們的條件是什麼 等一下再來解釋 然後接下來就是我講一些很low的東西 就是我那些年在耶魯做過的道具 這是我以前在耶魯做過的道具 這是道具嘛 因為那時候我們要演一出戲叫 Prince of Humber Prince of Humber 這個就是Prince of Humber 然後他那時候跪在地上 在寫一個Petition之類的 然後就是要做一些這樣的道具給他 這個道具很簡單 我想這個每個人都會做 可是呢我在耶魯的時候 然後我唸書的時候我就是 第一個很震撼的事情就是我去我們學校的Warehouse Warehouse 意思知道嗎 去我們學校的那個 道具倉庫 裡面都是放道具的 那一進去就是天上掉了一輛馬車 天上掉了一輛馬車 然後我要去找 我要找棺材 然後我到了棺材區 居然有四個棺材可以找 四個不同長的不一樣的棺材 這樣子 那我自己也做了一個我的棺材 不是我的棺材 對不起 這是一個保麗龍做的棺材 當時又用了這個封扣做的這個棺材 那當時的故事這樣 一開始我是借了一個棺材回來 就直接從道具圈借了一個棺材回來 然後給演員試 那四個很壯的演員 四個非常非常壯的演員 給你們看 那個演員長 我沒有放他們照片 我沒有放到 四個大概都 胸部很大的男生 這樣 看懂嗎 就是很壯的演員 猛男 然後Yale School of Drama 那個表演藝術研究 表演研究所 一年級二年級的學生 都很壯 他抬起來說 Eugene 太壯了 裡面沒有人 裡面沒有人 就是一堆甲板做的 所以後來就把上蓋換掉 上蓋換掉 換成保麗龍 你看到這樣 換成保麗龍 然後保麗龍換掉之後 又 Eugene still too heavy a little bit too heavy a little bit 這樣子 就是 不希望傷了你的心 後來氣起來 就全部丟掉重做 就全部用保麗龍 真的是一演員 真的是 不講了 講了就很傷心 那就講這個桌子好了 這個桌子又有個故事 這是我在 我學校第一個 Simon 做的桌子 第一個 Simon 就做這個 那各位要知道 我去耶穌念書的時候 在前面一個學歷是台大戲劇研究所 我是台大戲劇研究所第一屆的 學生 那我在那邊念書的時候 我沒有學什麼木工 Table Soul 你們應該都學過吧 大衣上都學過Table Soul 你們都比我厲害 我去耶穌念書的時候 我連Table Soul 都不會用 從Table Soul 開始用 但是我第一個 assignment 第一個學期 就做了這張桌子 那這張桌子 特別難的就是他的腳 因為他的腳一個名字叫 Queen and Leg A-N-N-E Queen and Leg 他有一個很有名的名字 那我那時候剛學 AutoCAD 我們第一個學期就要學 AutoCAD 然後我學了 AutoCAD 然後我就想了一個方法把它做出來 但是後來我查書 發現說其實大家都是這樣做 只是我用了 AutoCAD 的技巧 別人沒有 AutoCAD 的技巧 那方法是一樣的 總而言之我第一個學期就做了這個桌子 然後做完那個桌子以後呢 就很開心這樣 因為我最後 趕在這個裝台之前把它做出來 那這是舞台設計是一個三連級 我們要念三年的研究所 三連級的一個研究生 舞台設計 這就走進我們那個工廠後面的那個 劇場後面的工廠 跟戲劇廳有點像 劇場後面的工廠走進來 這個是在 你看到那個中間那個應該就是很類似我們 就是劇場工廠之間的一個地板 然後 他走進來就說 Eugene Wow! The table is done! Beautiful! 開始講一些 你知道日本人 想像的那個 英文也沒有太多了 就是那一類的 Beautiful! Wonderful! Amazing! 就是他那一類的 講完 講完 But I have to tell you 我說怎麼回事 他說 David David是這齣戲的導演 David David said the table is cut 那時候我傻傻英文也不太好 我就說 Cut? The table is here The table is not cut It's not cut 然後 David說 The table is gone 他不要桌子了 他不要桌子了 為什麼呢? 因為他覺得這桌子太大 很奇妙 導演會在裝台前兩天發現這個桌子太大 然後 這個 然後他 因為他不是從頭到尾 應該要放一些劇照的 因為他不是從頭到尾那張桌子需要在場上 他只要需要出現三次 可是他三次進出那個桌子就進出 然後都是一個大桌子 然後四個窟窟在那邊搬 你看嘛 那美國人搬不動東西 都太重了 你看棺材都搬不動 所以他覺得 影響到他的戲劇動作 The table is gone 這是我在美國受到的第一個震撼教育 導演可以要你生 也可以要你死 他要就要 他不要就不要了 就這樣 這桌子就沒了 但這個桌子後來在耶魯成為借用率最高的道具 我就沒有在上戲 我沒有打磨 補土都沒有 最後我就做到這樣 然後每一齣戲他們要借 就在Farwarehouse裡面 他們要借就去借 然後 反正就是作者 楊晶媛 余君漾 就作者是我 然後他們 借用率非常高 借用率非常非常高 因為他太漂亮了 那你 是吧 可以嗎 這上完七之後可以想像嗎 就太漂亮了 而且出自於 一個第一次使用table saw的人 可以嗎 好 那那我考各位一下 考一下各位的這個問卷調查一下 你覺得這個腳 用什麼刀具來做 這一定不是table saw切的 用什麼 不是桌具啦 不桌具不可能 圓形是吧 圓盤鋸嗎 不行 圓盤鋸不行 這個 jigsaw 手提線鋸機 它是什麼 它 它的取 它是曲線造型嘛 所以是曲線造型 就不可能是table saw 圓盤鋸那一個 這個時候可能舞台技術課不見得有 不見得有機會用到 叫Benzel 不見得有機會用到 它放在往 它放在往那個 這比這個大一點 放在往戲劇戲管 就你經過我們工廠吧 我們在工廠的時候不是有table saw嗎 有玄碧鋸嗎 旁邊那一台 玄碧鋸旁邊有一台機器 你們可能一直沒有摸的 右邊 右邊就是要往戲劇戲管的那個門的旁邊 沒有對不對 沒關係 你只要有我的網頁就可以了 這個網頁呢 你去看哪一個戲 櫻桃園 這裡 這個這個這個連結你們都會有 都會有 我就不急著跟你說放在哪 這一台 這一台Benzel 那這個這個是當初我要做另外一個道具 這個已經是我回到台灣了 在北義大教書了 然後那個是我的手 幾年前 2004 19年前 那時候我在做一個這樣的道具 那在做這個道具的過程呢 我在想我今天能不能引誘很多人想要做道具 所以就是 像這個都是用很多工具 有用到雕花機 有用到Benzel 有用到雕花機Benzel 然後 當然 當然 當然如果你能夠用木工具 很多東西會比較扎實一點 你能夠做的比較扎實 那個穿黑色衣服的人 你猜猜看是誰 你們當然不認識 但是我講了以後 你們就 噢 這樣子 這個那個時候是研究生 那個時候是研究生 他是 Semi的研究生 學生 然後他那時候等於是 是因為研究生 他要去場實習 所以他在那邊 Pan那個桌子 那個小茶器是他Pan的 張哲龍 張哲龍是誰 好慘喔 好啦 張哲龍呢 他已經在學校做過 這個學期 會是第三次學制的舞台設計 這樣知道嗎 他是這個學期舞台設計 他已經在學校做第三次了 也就是說 他以老師的身份被聘回來 做第三次的舞台設計 哲學的哲龍 不是龍歸的龍 是那個龍鳳的龍 左邊是當時的助教 他有開了一家公司 他跟他老婆 都是你們的校友 學長姐 就他們是一個班上的 是學姐 學長學妹 還是Couple我忘記 反正就是他們是 你們的學長姐 他們開了一家公司 專門做室內裝潢的 幫人家做室內裝潢 也很好啊 做舞台設計 然後最後變成做室內裝潢 有什麼做好 不是很好 所以不要受限於你的想像力啦 不要說我畢業了 我就只能做Crew 我就只能做設計 沒有沒有沒有 你可以做事情非常多 我再講一次 但是取決於你這四年的冒險 我 好 我再 我再召喚一下 我今天都在召喚 這個是我在北一大的第一齣戲 航向愛情海 舞台設計是 舞台設計是達倫 達倫的風格 然後達倫有一次跟我說 這是他的斜斜時期 就是他所有的東西都是斜的 他的斜斜時期 那達倫講話很風趣 你也知道 我跟他一起進耶魯 我跟他一起進耶魯 我們1998一起進耶魯 然後2001沒有一起畢業 我畢業 然後他又多留了一年 然後他的說法就是 他喜歡在紐約逛啊玩 很棒 他多了那一年在紐約 學到了很多很有趣的東西 那這個是他在北一大第一齣戲 也是我在北一大第一齣戲 我們就一起完成了這個製作 然後這個叫航向愛情海 那當時我的TD助理 我的TD助理 叫高志謙 他是個燈光主修生 燈光主修 設計主修生 然後呢 就因為那時候我剛來也沒有人認識我 他就自願來當我的助理 所以他當了我的助理 可是後來呢 他在 畢業以後 他就不是永遠只有做燈光設計 他有時候就做M1 燈光設計跟M1很close 當然你要會嘛 然後很長 更多的時候做TD 他就更多的時候做TD 就是他都會嘛 你聽懂嗎 你說 我就是要當一個該時的舞台設計 好沒有 沒有沒有別的意思 就是我就是只能做這件事 我就是只能做服裝 我就是只能做什麼 沒有 沒有 你不要把自己限制在一項技能上面 這是很危險的 我講一個最基本的就是你的生存法則就完了 你生存法則就不及格 因為你只會一樣東西 但是你會三樣東西 人家就喜歡找你 你知道嗎 因為可以買E-Sony 沒有 或者是他剛好不需要燈光設計 你只會燈光設計 他需要M1的時候他就找你 因為你M1做得很好 這樣聽懂我意思嗎 你必須在這四年 去培養你的生存能力 生存技能 我們講優衣優戲 好不好 這樣大家聽懂 你就必須要你的生存技能 好 那我把這個看完 我們等一下會休息一下 快看完了 所以 所以我的這個道具呢 裡面有很多 剛剛看了櫻桃園裡面有很多 還有魚啊什麼很多的 就你們回去慢慢看 然後甚至來幫我拉開一下那個門 幫我拉開一下那個門 拉門往左拉 拉到底 往左拉到底 拉 謝謝 這個聖母像 蒙城的聖母像 好 可以回頭看這裡 這個是在2016年的時候 我們做了一個戲 他需要一個聖母像 那一開始我們最傳統就是保麗龍雕刻 我們也想過用木刻 木刻很重 然後我們想過很多方法 那我在做櫻桃園的時候回去自己看 櫻桃園的時候我做了一批木馬 很漂亮的木馬 回去自己看 那我們當時就最後呢 用了一個完全沒想過的技術 這是3D列印 這是3D列印 那3D列印要印到那麼大很困難 但是你就要發揮你的想像力 除了你手上有的科技 你就要去有什麼方式把它做出來 這是我曾經做過一個很crazy的道具 捨不得丟掉 這丟掉多可惜對不對 曾經被借用過兩次出門 就是他出門很麻煩 因為他有一個底座 那你看到我現在 影片上面的這些東西 就是真的告訴你3D列印 我沒有騙你 分解 分解 分解再接在一起 不難嘛 這個其實這個很直覺的嘛 你就看到他的是什麼 列印他的頭部 那個下巴我們叫支撐材 那我這兩年很 這幾年很推3D列印跟雷射切割 因為有3D列印跟雷射切割之後 你要做很多事情變得更有可能 那如果有興趣的話呢 不一定你要修到TD 加上如果你真的想要用3D列印去協助你 完成道具裡面的某個部分 這個我可以再協助你 那怎麼協助你呢 我等一下會給你很清楚的方案 那當時在做這個東西 最大的問題 最大的挑戰呢 是時間 我們那時候光 我們有分成7層 8個部位7層要把它印出來 然後這 8個部位7層呢 我印象中每一層 可能就要印20個小時 可以想像嗎 要20個小時 所以再加上機器一直盪掉 你知道機器這種東西 它有個很厲害的特色 就是它會盪掉 不管是電腦啊 手機都會盪掉 平板也會盪掉 什麼都會盪掉 所以那時候盪到最後呢 我都說完蛋了 因為它每盪的時候就是前面就要 Discard 因為 它因為溫度任何原因造成它 停機了 它明明沒有溫度過高 它說溫度過高 這是我扔掉的 硬到那裡扔掉 硬到那裡扔掉 那但是TD的字典裡面沒有放棄兩個字 我就是 被召喚了 我就是要完成它 所以我完成它的過程呢 曾經想過一些岔路 我就想說我用木垢把它完成 用什麼把它完成都想過 那最後很幸運的 3D印表機修好了 就不會再出問題了 最後把它完成了 房工 房工你們已經沒看過 那剛退休 漂亮吧 我也覺得漂亮 自己稱讚一下 然後甚至這個聖母像很重要 在這齣戲裡面 它是個非常重要的 symbol 這是房工 就是我們剛退休的老師 然後你們這四位是你們的聚色系的學長 他們本來是舞台組的crew 但是因為他們表現優異 後來被召喚 成為這個臨時演員 臨演 他們就要做這個 因為其實是演員不夠 演員的數量不夠 他們就去當臨演 也很漂亮的costume 穿上去去完成這個事情 那這個裡面有一句話叫做 劇場是千千萬萬的折磨 換取片刻的名言 這句話以後會講很多次 好啦 總而言之 這個也是一個道具 太多了 我就不講了 那我現在回到我的主題 還是我們休息個十分鐘 來 我們休息個十分鐘 我們等一下回來繼續 五分鐘就好不好 三十分我們回來 還有一小段